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現在爭議好多 包括在去年大選期間不是也被爆出來說 他違規使用了新竹的農地 也被舊案重提了 因為原本是說好在今年3月份的時候 要恢復農用要種植一些芭樂苗 但現在這塊地最新的狀況是怎麼樣 基本上就是照片當中的這樣雜草重生 但是這樣的照片這樣的內容 是誰爆料的呢 竟然是香港的媒體中平社 他開出了第一槍 而針對於這第一槍有什麼樣的代表意義 就有學者分析 他說中平社跟北京的關係匪淺 是不是代表說柯文哲大勢已去 因為過去中平社正面報導比較多 現在有可能就是要跟民眾黨 就是要跟柯文哲來進行切割 而現在王世傑也說 柯文哲在政治上面已經被判死刑了 而且是自己判自己死刑 已經達到了社會性死亡 放眼望去荒芜一片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大選期間 新竹農地被指控違規當作停車場 當初喊話要把持分土地出售 更出動大型機具整地 種植巴勒樹苗 但五個月過去了 卻不見巴勒蹤影 反而是農地出入口 停滿各式車輛 只不過耐人尋味的是這次有港媒中平社開第一槍 被點出象徵中國對柯文哲的態度 轉彎了 中平社雖然是香港的媒體 可是外界也都知道 他跟北京的關係匪淺 不禁讓人懷疑說 是不是從中邦的角度 也認為柯文哲的這個大勢已去 所以在某種程度 在做政治上的路線上的調整 攤開過去中平聖報導 二零一八年柯文哲 尋求市長連任大戰演講 給年輕人溫暖 隔年專訪大談兩岸議題 還引述柯文哲中心思想 要讓人民過好日子 到這個月還分享民眾黨內 都肯定柯文哲領導方向 如今中平社卻挖出 柯文哲農地問題 沒妥善處理 前後態度天壤之別 然而正義連環報 中國態度大轉變 沒變的關係 則有這一位 所以我那天是很感慨的時候 他說他如果進去的話 我大概就帶個便當去看他吧 從土地金流多案纏身 就怕演變成骨牌效應 柯主席傍晚社群發文 沒有落實監督機制 相信認識50年的同學 自己要深刻反省 已經發函台北市會計師工會 要請第三方專業機構稽查 就盼這把火能趕快熄滅 是新聞綜合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 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影片下 DP 學友 小鈴鐺 有影片下 補影片下